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为首家向中国供应铁矿石的国际矿业公司 我们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在矿产开发 勘探 气候变化 可职域发展和人才培养等领域 展开了全面的战略合作 自2018年 金博会在上海举办以来 利托集团以多种方式积极参与金博会 利托集团的领导连续两年受邀参加由国务院国资委主办的中央企业国际合作论坛 以中外企业家共同探讨利托集团在全球运营的成功经验 利托集团中国团队的同事们积极地保持与主办方的沟通 积极参与虹桥论坛 并且以多种方式支持金博会的成功举行 金博会是中国举办的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之一 是一个开放共鸣的平台 金博会的举办彰显了中国主动向国际社会开放市场的决心 我们希望通过金博会的这个平台 与中国和我们的客户实现更通畅的交流 为中国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更优质的服务 扩大我们的合作领域 共享繁荣未来 我们相信金博会将为促进全球要素自由流动 资源优化配置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实现包容普惠 互利共赢 今年利拓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技术创新中心 这也是利拓与中国在技术合作领域的进一步生化 希望创新中心能够成为我们跟中国在技术合作领域的桥梁 我们跟中国合作伙伴也在ESG的领域进行了深度的合作 我们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在贵州省地界市的 并发展领域示范区的项目上进行了深度的合作 包括儿童发展 绿色发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合作 能够支持中国乡村振兴可持育发展行动 今年适逢进博会的五周年 利拓将首次与展商的身份参与企业商业展 亮相技术装备展区 低碳环保专区 那我们将会把利拓来自全球的优质产品 领先的技术创新和解决方案带到进博会 和我们的合作伙伴进行分享 共享机遇 共谈发展 低碳和创新将会是我们本次展出的重点 低碳转型是利拓集团新战略的核心 在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这个大背景下 中国也提出了双碳目标 利拓希望通过进博会 主动对接中国产业合作伙伴的低碳战略 协同发展 在绿色低碳转型中实现固力共赢 同时积极地支持中国的双碳战略 共享包容合作的美好未来